大家好,我是Alex 今天來試 Sony 新出這支 20-70mm 四光圈鏡頭 這支鏡頭的體積非常小巧 只有 400 多個克 相對,我亦都拿到另一支鏡 平時多數用的是 24-70mm 2.8mm GM2 這支 GM2 已經輕了很多 但也有 695mm 488mm 和 695mm 都差不多差 所以相對便輕輕很多 旅行來說,我覺得 20-70mm 相對較好用 因為很多時候 24-70mm 時 覺得差一點要換 1-35mm 或 12-24mm 變成要換鏡頭便較麻煩 而相對這支鏡 20-70mm 有時 24mm 不夠,再加多一點 20mm 就剛剛好,減少了換鏡的頻率 另外 70mm 時有時覺得不夠長 不夠一支 24-105mm那部分 有時我們便說,這些相機的解像度高了那麼多 按一按 APS-C Mode 又長一點,接近一百零幾 又差不多,挺好用 一支鏡,基本上換鏡的頻率便少很多 另外還有一支我用了很久的 就是 24-70mm 4光圈這支尺寸鏡 我還在用,一直都沒有放棄它 原因是它的體積相當小 雖然現在這支 20-70mm 它的輪廓膏又闊了少少 但它的尺寸,雖然是小 但仍然是大過我這支 24-70mm 所以這支鏡仍然有它的存在價值 只不過如果要方便和質素來說 質素新的這支支鏡 會比尺寸這支 尺寸這支 尺寸這支其實質素是一般 不說得上好 但一直以來都用它 因為它比較輕巧 之前我沒有買這個24-70mm 12.8mm GM 第一代 因為那支鏡實在太重了 一拿起來,根本都搞不定 所以繼續保持這支 後來出了一支 GM2 剛才我展示給大家看一支 那支就輕巧 和相對比較小 變成兩支 有時我會用2.8mm 有時會用4mm 兩支會繼續這樣用 現在這支似乎旅行更加輕便 比這兩支更加好用 而且大家都看到 它Zoom 70mm 時會伸長少少 但Zoom長時才會這樣 但你平時收藏或放在袋上 而在拍攝時縮小了 相對短很多 方便很多 現在我們去拍攝相片 看看它拍成怎樣 這支鏡只要上手拍 真的很輕巧 而這支鏡最廣角到20mm 比我們平時用24mm闊了少少 用起來真的不錯 如果以一機一鏡來計 這個組合都可以拍到大部份相片 尤其是旅行 一般影景、街拍或風光 都是以廣角為主 用20mm便更加適合 而今次我盡量用不同的焦距 拍攝給大家看看 大家看到相片 覺得奇怪 咦?變形這麼重要 怎麼弄了? 還有四角都黑了 不是暗角那麼簡單 原因是因為相機還是新 Lightworm和Photoshop 都還未有Lens Profile 還未做過Lens Correction矯正 其實平時很多支鏡 或變焦比率較大的鏡頭 變形都很厲害 但是經過後期遠鏡的Lens Correction矯正 這些變形和暗角都沒有了 所以才看到相片很漂亮 而這輯相片我全部都沒有手動矯正 即是原汁原味 就這樣Raw Correction 只不過將光暗位略為調整少少少 大家就可以看到真正的效果 當然 Lens Profile 如果出來之後 照片再經過後期遠鏡矯正 一定漂亮很多 而在片尾我做了一些比較 將這支20-70G鏡 和24-70G 2.8G Mk II 還有一支Size 24-70G 4光圈ZA鏡頭 做一個比較 大家就看看這支20-70G 4光圈G鏡頭 拍出來的相片 到時候還會看到 Mk II 說明了 說明了 CMN 就是 說明了 做估計劃 我們要做估計劃 看著 這支20-70G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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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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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看效果 之後兩支鏡頭都收到 8 光圈 之後兩支鏡頭都收到 70mm 同樣開到 4 光圈 兩支鏡頭同樣是 70mm 但收到 8 光圈 之後裝置 20-70mm 同尺寸 24-70mm 比較一下 大家在不下鏡頭矯正的情況下 20-70mm 似乎都變形大些 之後將兩支鏡頭鬆到 24mm 同樣開到 4 光圈 再將兩支鏡頭收到 8 光圈比較一下 之後將兩支鏡頭收到 70mm 同樣開到 4 光圈 再將兩支鏡頭的光圈收到 F8 看完照片之後大家覺得怎樣呢? 歡迎留言捨得你的看法 今次就分享到這裡 遲些再跟大家說吧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最後記得按LIKE BYE BYE 歡迎各位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需要按訂閱和按這個小鈴圖案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載的通知了 最後記得按LIKE 多謝各位 BYE BYE